美蘇告自己侵權 港媽餘奶吧,怎麼辦? 這裡沒有 這裡也沒有 美蘇嘉儀一向都好賣 水貨客當然是搶的 我作為港媽,當然搶不到 不用怕,還有美蘇嘉儀在大廳 因為有小商活入荷蘭版水貨奶粉 紙包中,紙包沒那麼甜 價錢更便宜 現在每個月,全港都賣十萬包 你有所不知了 因為荷蘭美蘇的店舖 去年初就收到香港美蘇嘉儀發的律師信 他們說我們的商標 即是那個荷蘭的商標和他的商標一樣 說他們插集 但因為這應該是他們荷蘭公司的標誌 我不知他們應該是公辦自己公司 收到我們這些小公司 收到他們的單公司的律師信 當然要做些事,我們現在不敢服 這間公司說,全權擁有旗下 美蘇嘉儀香港和澳門的代理權 任何人或公司賣荷蘭美蘇嘉儀都屬於侵權行為 又說荷蘭的包裝不符合本港食品標籤要求 一律師說,兩個商標明明來自同一間公司 很難說是侵犯商標版權 在香港賣水貨更加不違法 那搞法,真是作港媽自救 我都會覺得香港現在是有賴霸 我們當然只剩下美蘇嘉儀或其他賴霸 他們賣了天文造詞的錢去買廣告 所以對他們來說,品牌確實很重要 也有商戶聽聞過 去年香港美蘇嘉儀向荷蘭公司投訴 所以荷蘭版的水貨一度沒有出口 但荷蘭版,香港人一向都一般 不可能是怕假貨 最後還是益罪一班內地人